Hola a todos, bienvenidos a la clase de español, soy profesora Gaviota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西班安语P2的课堂,我是海欧老师 Hola a todos, soy profesora Gaviota,大家好,我是海欧老师 Hoy quería compartir con todos una frase sobre la familia 请想来分享一句有关于家庭的话,是这么说的 但还不是一句话 dice, no hay familia perfecta, todos discutimos y peleamos en ocasiones incluso dejamos de hablarnos pero al final la familia es la familia, y el amor siempre estará ahí 这句是很简单,对吧? 说, no hay familia perfecta,没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todos discutimos y peleamos 我们所有人都会去争论,会吵架 en ocasiones incluso dejamos de hablarnos 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甚至会不再跟对方说话了 pero al final la familia es la familia 但是,说到底,最终,归根结底呢 家还是家,家人还是家人 y el amor siempre estará ahí 家人之间的爱呢,永远都会在那儿 海欧老师一起记得,以前读高中的时候呢 因为跟朋友之间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还很执着地去问海欧老师的爸爸 说,为什么同学之间的友情就不能那么单纯 友情为什么不能那么长久呢 后来海欧老师的爸爸是这么说的 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话并没有道理 海欧老师当时只是听了一下 然后觉得,你是这么说 但是我会去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那么他爸爸到底说了什么呢 他这么说的 他说,你现在会有一些高中同学跟你关系特别好 对不对 他说,你到大学了 你会有很多大学同学跟你关系也很好 他说,你在工作以后也会有一些同事跟你关系很好 但是,这些人 无论是高中同学还是大学同学 甚至同事都会慢慢地走进你的生活 并且走出你的生活 而唯一不会走出去的就只有家人 海欧老师当时是觉得 他什么地方说的不对呢 海欧老师觉得说 对,你说的没错 家人会一直在你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但是,海欧老师一直坚信 朋友也会 至少那个时候一直坚信 朋友,无论是大学 高中朋友还是大学朋友 一定会也一直在我们的身边 陪伴我们左右 可是现在再回头看一看 真正留在身边的高中朋友和大学朋友 真的是不多了 相信大家可能也会有这种感受 能有几个真正知心的朋友在身边 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而永远不会对我们说 不 永远会一直爱着我们 毫无保留地为我们无私奉献的人 就只有家人了 对吗 那么关于家人的话题呢 就讨论到这里了 好的,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了 上一节课我们记得 我们讲到的是 C后面引导的四种虚拟式 的混搭,对吗 那么海欧老师也说到了 一个判断的标准 那么海欧老师也讲到了两条 根本的判断标准 第一是判断这个事情 是否可能发生 可能性很大 我们用什么式 对的,就用陈述式 完全不用考虑虚拟式的问题 C后面直接用陈述式 那如果可能性比较小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就C后面 就要用虚拟式了 对吧 然后C后面的虚拟式呢 因为有四种搭配 对不对 四种混搭 因此我们就要判断 以半句半句来判断 首先判断C后面这个半句 再判断那个主句 对吧 那么判断的标准就是 这个动作是否结束 对不对 我们也说到 如果这个动作结束了 我们就用 比如说虚拟式过去完成时 以及符合条件式 对不对 如果动作没有结束 那么就虚拟式过去玩 以及简单条件式 大家还记得上一课 海洋老师讲的这些内容吗 嗯,好的 那么今天呢 海洋老师要讲什么呢 要讲的就是 一些特殊用法 那么海洋老师在这里 也先跟大家说清楚 这些特殊用法呢 在口语当中用的比较多 但是海洋老师在这里呢 不要求大家要记住它 海洋老师要求大家要记住的就是 C后面这四个时代的混搭 如果你能够把那个东西 海洋老师上节课所讲的内容 完完全全掌握好的话 那么海洋老师可以说 西语当中的虚拟式这个东西就搞懂了 你也会用了 行,那么今天讲的这个特殊用法呢 就是属于额外的内容了 那么可能有同学会说 既然是额外的内容 何必要讲呢 那么海洋老师讲的关键原因 就是因为这种用法 在口语当中是相当多的 所以海洋老师希望大家能够 大家如果听到这种用法以后 知道它是为什么 至少说海洋老师里讲了 那你就见过了 之后再听到的话 也不会觉得那么难理解 bien, empezamos 好的,我们就开始了 首先, para reprochar a alguien algo o lamentarnos de que no ha sucedido algo se usa la siguiente estructura repito para reprochar a alguien algo o lamentarnos de que no ha sucedido algo entonces se usa la siguiente estructura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去责怪某人 或者说因为某件事情没能发生 而感到遗憾的时候 lamentarnos de que algo no ha sucedido entonces 于是呢我们就用下面这个结构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 实态套结构的用法 实态套结构的用法 这话怎么说呢 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份内容 这里说 condicional 我们知道 对吧 第一行 condicional 我们知道是简单条件式 后面是 participio perfecto 什么东西啊 对的 现在完成时呢 但是他用的是 infinitivo mas participio 他用的是 动词圆形 加上一个过去分词 他用的是 aver加bebe的这个结构 对吧 那么aver他不变位 他用的是aver这个动词圆形 那么变位是哪里体现呢 变位就体现在前面这个 condicional这里 今天的这个条件是这里 然后呢 左侧分了一个personal 和一个impersonal 看到了吗 那么这个左侧 这个personal 意思就是 有人称的 而impersonal就是无人称的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句子 说tendrías que haber estudiado más para el examen tendrías que haber estudiado más para el examen 那么哈老师 刚刚说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 是一个实态套结构的用法 实态呢 就是这个简单条件 是 用的是 tendrías que 那么结构就是 haber estudiado haber estudiado 就是现在完成时的结构 但是他又不能算 是一个很规整的 现在完成时的用法 因为他 aver没有变位 对吧 所以哈老师说 这个实态套结构的用法 那么他表达什么意思呢 tendrías que haber estudiado más para el examen 意思就是说 你本应该 为了这个考试 而努力学习 对吧 那么这里这个 tendrías que 他表示的什么语气 对的 就是 para rebrochar a alguien 我们刚刚说的 是用来责怪 你本来努力学习的 那他其实的言下 这意思是什么呢 对的 就是 no estudiaste mucho para el examen no estudiaste mucho para el examen 那么我们知道 no estudiaste mucho para el examen 这是一个事实 对吧 意思是说 你没有为这次考试 努力 努力学习 对不对 那么 这是一个事实的陈述 但是当我们要去 加入个人观点 或者说 当我们要去 责怪对方 责备对方 当然这种责备和责怪呢 这里我们不得不说 是比较委婉的语气 而不去这种 直接指明的 说出人家的 人家没有做好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用 tendrias que tendrias que 比较的意思是 你本应该怎么样了 tendrias que haber estudiado más para examen 那么这里这个 haber estudiado más 它用的是个完成题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 考试已经考过了 事情结束之后的一个话 对吧 所以用这个 haber estudiado 好的 那么这里还有老师想把它 另一种方式比较一下 相信大家就更容易理解了 我们举个例子 进行个比较 tendrias que estudiar más para examen tendrias que estudiar más para examen 这句话 哈老师写出来呢 就是用来跟刚刚的一句话 进行比较的 哈老师相信 假如 给大家的中文说 你本应该为这次考试 努力学习的 很多人会翻成 tendrias que estudiar más para examen 哈老师 你不得不说一句 假如你能够翻出 tendrias que 翻出这个 你本应该 都已经很不错了 很多人翻的是 denes que 因为这个 tendrias que 我们说过了 他表示的什么语气啊 嗯 对的 是一种委婉的语气 对吧 哪怕是去 责备人家 也是用的是这种 很委婉的语气 比较容易让人 接受的这种语气 see 而同时 这种语气当中呢 带有一些 惋惜 或者是 遗憾 对吧 所以 这就是这个 tendrias que 这种 这种事态 他所能表达出的语气 而如果你用 denes que 的话 就很僵硬 对吧 硬邦邦的 说句话 也比较让人难以接受 好的 那么这里 哈老师要比较的 还没讲完呢 这里说 tendrias que estudiar mas paraexamen 和 tendrias que haber estudiar mas paraexamen 这样这种话 是没差别 假如 你用 tendrias que estudiar mas paraexamen 前面我们说过了 前面是 tendrias que 是表示一个 委婉的语气 对吧 tendrias que 表达的是一个 委婉的语气 对不对 那么后面这个 estudiar mas estudiar mas 和 haber estudiar 差别 的 哪里 假如 你用 tendrias que estudiar mas 意思是 你应当 好好 准备 你应当为了 这次考试 努力学习 那么 这句话的 言下之意呢 就是 dienes que 对吧 dienes que estudiar mas paraexamen 你应该 应当 那么他这个 实质 或者说这个动作 所发生的时间 就是什么呢 对的 现在是 当然 他也可以说 是一个将来 或者说一个 短暂的将来 所以他的实质 相当于 现在或将来 大家再理解 理解一下 海洋老师的说法 这里说 tendrias que estudiar mas paraexamen 你应该 为了这次考试 努力学习 这句话很明显 实质就是 现在或者将来 对吧 而这个 tendrias que haber estudiado mas paraexamen 他的实质是什么呢 对的 我们说的是 动作 这个动作 是发生在过去 对吧 所以实质 是相当于过去 所以呢 这两句话 他除了翻译上 有一些差别以外 最根本的差别 就在于这个实质的差别 也正是由于 这两句话 实质的差别呢 导致他们的翻译上 是有差别的 表达的意思 也是有差别的 大家能明白吗 能明白 郝老师讲的 这个实质的差异吗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再来加深一下印象 说 deberia haberselo commentado a arturo deberia haberselo commentado a arturo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他早应该 把这事 告诉 arturo 言下 这一句就是 他没告诉 arturo 对吧 no se lo commento arturo si no se lo commento arturo 那么这句话 实质很明显 no se lo commento arturo 意思就是发生在过去 对吧 他并没有告诉 arturo 对不对 实质相当于 过去 对吧 好的 那么假如我们 把它变成一个 deberia commentarselo arturo 变成这样子一句话 你应该把这事 告诉arturo 对吧 用deberia 原因是 这样子用法 更加委婉一些 对不对 所以这个 deberia commentarselo arturo 意思是 debes commentarselo arturo 你应该去告诉他 对不对 或者 tienes que commentarselo arturo 那么 你都变位成 变成 tienes que 或者是 debes了 变成了就是 这个 陈述是 现在式的变位 对吧 那么这个 实质相当于 现在 或者是 短暂的将来 está claro 那么这两句呢 都是personal 就是有人称的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 无人称的句子 habría que haberselo dicho a juan 意思是说 本应该 把这些 事情 告诉 juan 对吧 这个 abriya que 是这个 动词 a 对不对 好的 请大家 把这句话 实际变成 现在或者将来 怎么变呢 应该就变成 habriya que decirselo a juan no habriya que decirselo a juan está todo claro 这些都明白了吗 那么 hala os 接着往下 讲 bien para rebrochar es frecuente usar condicional o imperfecto de i negativo nuggan 说到 这个 当我们要去责怪 或者责备别人的时候呢 就像用这个 简单条件式 对不对 那么 除了用简单条件 是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个诗台 叫做 imperfecto de negativo 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陈述式 过去未完成 时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 说 为什么可以用 陈述式 过未完呢 因为这种 责备啊 责怪也好 它都是 de uso cologuian 都是一些比较 口语 或者说比较 理语的用法 而在这种口语和理语当中呢 陈述式 过去未完成时啊 他的使用频率 比这个 现在条件 是要高得多了 而且之所以选择 陈述式 过去未完成时 这个事态呢 也是因为 他可以表达出一种 你本应该怎么样 你当时应该怎么样 就是说 当时持续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是 说话人口中 这么的一个事实 就是说 你本应该怎么样 而不是一个 短暂性的动作 其 所以他们选择的是 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 来表达这种语气 这种责备啊 责怪啊 当然了 以及我们说的这种 马后炮啊 后悔药啊 等等 就是说 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 进行一个评论 可以是惋惜 可以是责怪 等等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吧 说 Podria saber me avisado No Yo no sabía nada Podrias haberme avisado No Yo no sabía nada 跟我们所说的 这个这个 podrias 可以换成 podillas No podillas 所以这句话是mismo 嗯 这句话意思是说 你本应该通知我一声的 不是吗 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呢 Sí 制定的是 Podrias 或者是Podrias Aver me avisado 当时本应该通知我一声 对吧 那么 后面说 Yo no sabía nada 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呢 他指的就是 过去一直都不知道 对吧 也就是说 正由于 你当时没有通知我 而你本应该这么做 因此我 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们也知道 这个 Yo no sabía nada 我们以前讲过 对吧 他指的是 到说话那一刻 之前一直都不知道 而等到说话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 对吧 因为你只有 知道了以后 你才能去责怪 别人当时没有通知你 对不对 但是你之前 是一直都不知道的 所以应该用 陈叔叔叔过位玩 Yo no sabía nada 那么前面也是一样的 陈叔叔过位玩 可以表示 过去 一直 都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这里说 过去一直都应该通知我一声的 对不对 所以这里可以用 podrillas 或者是podrillas 是不是有东西想问 老师 那个用的比较多一点 bien 那么 那么 en la lengua coloquial se usa más el imperfecto de indicativo se usa más el imperfecto de indicativo 那么 在口语当中呢 或者在离语当中 用的比较多 就是这个 陈叔叔叔过位玩 然后 再看例子 说 podía haberse quedado a dormir en casa pero quisieron ir a un hotel podía haberse quedado a dormir en casa pero quisieron ir a un hotel 这句话 意思也是 差不多的 说 他们 本可以 留在家里 睡觉 本可以 在家里 睡觉 但是呢 他们想 去酒店 那么 这也是 用podrillas 或者是podrillas 都可以 表示的是 本应该怎么样 haberse quedado a dormir 当时应该 留在家里 睡 对吧 对不对 那么后面 这句话 也能看出来 他们之前 发生的事情 发生的事情 就是他们 没有在家里 睡觉 对吧 那么后面说 但是他们 想去个酒店 对吧 就说明 这个动作 已经结束掉了 后面都想去酒店了 前面肯定是 没有在家里 睡了 对不对 那么这里呢 关于这个 使用频率的问题 在这种用法 之下 在这种用法 或者听到外国人 说这样子话的时候 千万不要感到惊讶 觉得说 哎呀 他怎么样成熟式过贵完啊 郭敏还搭配了一个 I will say baby 这种结构 这什么用法啦 这个用法就是 本应该怎么样 本可以怎么样 很简单吧 那么 讲完了 C搭配虚拟式的 所有用法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个 他的亲戚 什么叫亲戚呢 就有一个 como si的用法 como si como si大家见过吗 就好像 就像什么什么一样 那么这个几乎成了 我们教科的一种固定模式了 学好了 C的用法以后呢 我们就会接着讲 这个como si的用法 掌握了 C和como si以后 可以说 西语当中的语法 大的板块 以及语法难点 已经学完了 所以 我们学到这个 比亚的程度的话 从语法的角度上来讲 就应该是 几乎是没有 很难或者是 很新的 很重要的语法点 所以现在都是一些 很零散的 很零散的语法 语法小点 那么这个 como si是怎么用的呢 Bien 描述一种情况 或者是一个动作 或者是有的时候呢 是和这个 和主剧同步 进行一个比较 而我们这个 como si后面的 就是它这个 假想出来的一种比较 Alo ima que nariu 好的 我们来看例子吧 说 vive como si fuera millonaria vive como si fuera millonaria 这个 vive意思是 他生活 对吧 他活着 como si fuera millonaria 就好像 他是一个 百万富翁一样 他过着一种 像百万富翁一样的生活 既然用 como si 意思是 就好像 你既然是像吗 那说明 你就不是 对吧 他不是一个百万富翁一样的生活 他只是 过着一种 很小的 像百万富翁一样的生活 vive como si fuera millonaria ¿lo entendéis? 好的我们再来看 这个 El cielo estaba de un color rarísimo como si estuviéramos en otro planeta El cielo estaba de un color rarísimo como si estuviéramos en otro planeta 这里说 说天空当时的颜色 非常奇怪 非常奇怪 就好像我们 身处在 另一个星球 那么 这里还要老师翻成了 一个当时 对吧 为什么 因为他用的是 el cielo estaba 过去过去 过去玩 对吧 那么你这个 时代要体现出来 对吧 当时的天空 颜色非常奇怪 就好像我们 身处在 另一个星球 一样 对不对 那么这个 el cielo estaba de un color rarísimo como si como si estuviéramos en otro planeta 用的也是 什么呀 对的 是你是过去 未完成时 对吧 这句话说 就好像我们 身处在 另一个星星 意思就是 no estamos en otro planeta 对吧 我们并不是在 另一个星星上 对不对 那么这里呢 他老师要进行 一个比较 我们看第一句的 主句是用的是 vive 用的是presente 对吧 用的是 陈述是 现在时 而第二句的 主句用的是 estava 也就是用的是 fasado 过去 用的他用的是 陈述是 过去未完成时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 得出个结论 无论主句 是用哪个事 太 用陈述是 现在时 也好 用陈述是 简单过去 需要 从句当中 用的都是什么 对的 虚拟是 过去未完成时 对吧 那么这句话呢 也不能说的太满 为什么呀 因为想要 这句话成立 你想要从句中 这个gomo se 从句中用的是 虚拟是 过去完的话 那么就需要 有什么呢 需要一个 simultane 要一个同时性 换句话说 就是说你从句的动作 和你主句的动作 必须要同时进行 没有先后之分 大家明白吗 之所以说要同时进行 就是为了保证 gomo se 后面可以用虚拟事件 虚拟事过去未完成时 那么 哈老师刚刚说 没有先后之分 对吧 假如有先后之分 怎么办呢 假如这个 gomo se 后面的动作 它先于主 这动作而发生 那么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要用什么呢 对的 依然用虚拟事 但用的是虚拟事 过去完成时 gomo se 后面用的是 虚拟事过去完成时 也就是说 或者 它是先于主句的动作 发生的 一个假想的事情 这个时候呢 我们 como si 从句中就用虚拟事 过去完成时 我们就要去写事吧 说 这句话 一次很好玩 说 它就好像是 看到一个鬼一样的 那它的反应 就像 就好像看到一个鬼一样 那么我们这里 这个reaktion 它做出反应 是 应该是在 看到我之后 对吧 也就是说 看到 应该是在 反应之前 对吧 也就是这个 aver bistone fantasma 应该是在 发生在这个 对不对 发生在这个主句 reaktion 之前 它是 先 好像看到一个鬼一样 再做出反应 对不对 所以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 como si 我们用的是什么 hubiera visto hubiera visto 就好像 看到了一个鬼 就能是 虚拟事 过去完成时 那么 这句话 这个alverme reaktion 这个主句是什么 发生在过去 对吧 en el pasado 对 好 我们再看一个 en el presente 的例子 我们再看一个 主句 东西发生在 现在的一个例子 hablas como si como si yo te hubiera ofendido 这句的主句是 hablas 你这样说话 对吧 hablas como si yo te hubiera ofendido 就好像 我冒犯你了 那么这后面 半句说 como si yo te hubiera ofendido 我们来判断一下 他用的动词说 fender 意思是 冒犯 侵犯 伤害 那我们来理解一下 como si yo 面这个半句 大家想一下 说我伤害到你了 因此你这么说话 对吧 肯定是这个伤害 或者说这个冒犯 是在这个 他说话之前 就发生的动作 对不对 他并不是一个 同时进行的 对吧 因此呢 他就是用的是 虚拟事过去完成时 表示这个动作 已经结束了 有de hubiera ofendido 好的 总结一下 公模式后面 可以用哪两种时态呢 可以 并且只可以用两种 一种就是 虚拟事过去完成时 另一种就是 虚拟事过去完成时 对吧 那么主句呢 嗯 主句根本无所谓 你用现在时要 用过去时要都行 随便你 对吧 那么这个公模式后面 什么时候用虚拟事过去完成 什么时候用虚拟事过去完成呢 这个也很简单 对吧 如果从居动作和主居动作 是同时进行的 那么我们就用虚拟事过去未完成时 不强调这个动作的结束 对吧 如果 从居动作发生在主居动作之前 或者可以直接说 从居动作已经结束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 虚拟事过去完成时 规格到底 总结一点 公模式后面只能用 虚拟事过去未完 或者虚拟事过去完成时 用哪个 就看动作是否先于主句 或者说动作是否结束 你动作结束了 完成了 那我就用虚拟事过去完成时 你动作没结束 没完成 那我就用虚拟事过去未完成时 Está claro 这个非常简单 对吧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靠大家自行 去把它消化 吸收 并且 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去了 大家可以下意识地去造一些 用吸引导的句子 或者是公共吸引导的句子 然后来分析一下 我从居应该用什么时态 主居应该用什么时态 这样进行练习 Está claro 练 让我们来做个小练习吧 Zither Harp 那么今天这些课程就先上到这里啦 Hasta la próxima clase Ciao